昨天晚上突然间失声了 没法说话 嗓子巨疼 感觉好像吃了毒药一样 整个嗓子没法说话 今天早晨呢 折腾了一上午 现在呢 起码能跟大家用语言的方式呢 聊一下 我呢又重新换了辆车 那当然是重新租了一辆车 我现在开这辆车呢 并不是我今天早晨一开始租的 在这边呢跟各位提个醒 也觉得像一个小的陷阱 在往上租车的时候呢 我原本计划的是去机场 在机场那个位置租一辆新的车 因为这个行程继续延后 你想到下次要走的时候 就是直接把车一还 东西一拿 直接就飞了 结果呢 昨天晚上着急 在网上搜这些车 看到也是在机场取车 结果呢 去了之后并不是这么回事 他说是在机场附近取车 甚至说是在机场里面取车 可是呢 底下呢 有一行小字说 得坐shuttle bus 得在机场呢 等20分钟坐一辆车 给你接到那个 取车的地儿 这取车的地儿呢 特别有意思 是很早很早之前 我跟三转他们一块吃饭的地方 就之前这个地方 还是个拍戏 还是个中餐 那个中餐给关了 变成了一个租车公司 然后在那个地方 就租车 感觉到受到了一点点 小小的屈辱 因为之前租的车的价格呢 用同样的价格 可以租到非常好的车 比如说丰田的carola 后来租了一个 现代的一个特别高端的车 那价格非常的合算 但今天同样用更高的价格 更高 更高的价格 租的车呢 简直跟垃圾一样 然后第一辆车 我实在无法忍受 就是一踩这个刹车呢 直接就咳嚓 咳嚓 就那样 就感觉这车都没有准备好 当一气之下 我开了200米 我就返回去 跟他说我不租了 给我取消 后来他们的公司给我说 要不要换辆车啊 后来就换到了这辆车 这辆车其实勉强还可以开 但我就最纠结的地方 是我还车的地方 那个租的公司呢 离机场还是蛮远的 就说下次如果说 我要还了车之后 就要坐飞机 那中间我要再隔出 有40分钟时间 吃一千掌一致 所以各位以后在租车的时候 不要觉得他 他说是在什么地方 就一定在什么地方 一定要查清楚 他这个租车公司 究竟在哪里 然后再决定要不要付钱再租 这是我今天遇到的 屈辱 吃吃一块五毛九 五个辣鸡翅 然后一个甜点 超大一汉堡 墨西哥汉堡 墨西哥我感觉是南加州特有的 然后还要了一份土豆沙 当然啦 这个吃辣的 不喝水是不可以的 全部下来就那个价格 我感觉还可以接受 要没用 消息 如果我们在这边 没用 我不便 听卡东的音乐 啊 没有 如果跟他们排名 就是 感觉 比如说 我以后 什么 能拍 吗 没有 不错 变成这样子 非常非常耽误视频拍摄和制作 非常耽误 想尝试的把之前的一个视频 需要录音的视频去拍摄一下 结果发现根本没有办法录音 整个声音是这种沙哑 所以按道理来说 今天是废掉了 今天非常沮丧 就声音越来越雅 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明天如果变好的话 我就OK 继续做点其他东西 但如果还这样的话 真的很耽误事情 我除了做视频以外 还在做音频节目的录制 可是每周两部声音 正好是上一周的 刚发布完 我的声音变哑了 如果说在下周 就是要交稿的时候 我声音还是这个样子 我会崩溃 我不能接受我现在这种 冰泱泱的自己 挺难受 其实按道理说 像我这样冰泱泱的 躺在沙发上在家里 看看电影 是最好的 休息方式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总是静不下心 没有时间静下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病了就得好好在吃饭方面招待自己 今天带大家看看一个日餐 但是这家餐厅好难找 找了半天没找着 现在这个好冷 哎呀这家店呢确实太火爆了 点了餐到现在 我都看NBA看了一节比赛了 还没上 茶都快凉了 这茶还是收费的嘛 绿茶绿色 太忙了 太等了 哎呀终于到了 等了好久 给尝一尝 这个属于那种半烤状态的寿司 如果大家不喜欢吃生的 这个绝对是完美的一种组合 我们点了三份都不太一样 等下我们一份也再来吃 第一个我什么都不摘 太棒了 就有点凉了 我觉得它放了有点久了 怎么样 肥好吃吧 说两句 评价一下 很香 没忘了 好好怎么吃啊 什么味道 这上面有大蒜 炸大蒜 然后呢 鱼都是用火枪烤的半熟状态 超棒 超香的 快吃吧 真香 蒜香 葱香 辣椒 再加上酱油的淡淡的酸 酸甜苦辣 四味一体 还有这个鰻鱼的香味 哇 很享受 再来个这个 鱼鱼也跟上了 今天收拾实在太好吃了 但是量很少了 后来没吃饱 我们又点了一个炒乌冬 牛肉炒乌冬 非常好吃 但是我要实话说 这边的牛肉炒乌冬实在太咸了 味道有点重 酱油放的有点多 但整体味道还好吃 刚才在店吃饭的时候看到那班人一直在订阅我 估计是看过我视频 还好我溜的快啊 那班人尴尬 太老 欢迎订阅 Independent That's Mr Par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